来看一下 在排序算法当中 我们在课件当中给大家列几出来的是六个吧 一二三四五六 实际上对于排序来说 不仅仅是只有这六个 还会再有呢 我们给大家来先说这六个 第一个牌 冒扣排序是最简单的 它简单到哪呢 就是最符合咱们一开始的常规思路了 也就是想让大家去排队 现在看这个图 这时候有一组数据 有一组数列 542693这样的一组 它是无序的 那好 我们怎么给它排成有序的呢 现在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排序之后 都是假使是按照由小到大的数据去排啊 那由到大小是相当于就反过来 也就是说比较的时候过程 那我们在之后讲的都是按照由小到大 好 现在想把这个无序的序列 给它排成有序序列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需要一个一个去做对比吧 对吧 小的在前 大的在后 那好了 排序算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对比 到底是怎么来开展 怎么来展开 那按照最长的 说最基本的词法 也就是说最笨的方法的话 那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人 看一下 好 那现在看一下 就相当于此时会有一个人在 这个人怎么来呢 先看一下 这就相当于是大家在排队 然后班长在这块 紧接着班长从对列的头开始去 他一次比较两个人 也就是比较两个数 这时候比较的话 先看54跟26 谁小 26小吧 好 那我把他俩交换一下 紧接着 班长走到这了吧 26在前 54在后 紧接着再往后 左的话 那紧接着这个班长要比较的是54跟93 也就是说 这个游标所指的位置 跟他下一个元素 看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54跟93 小子在前 大子在后吧 好 不动 我班长又往前走了一步 走了一步之后 他又选拖了两个人 也就是紧跟着他附近的 93跟17 这时候谁在前 17在前吧 好 让他两个人换了下位置 班长又往前走了一步 就按照这样的过程 每次走的时候 都是比较他跟前的这个人 跟他后边这个人 也就是说 对于冒号牌区来说的话 每次比较的话 就比较你这个游标附近的 那你走过的 相当于我没被标出来的 走过的 左边部分跟右边部分 到底是谁就不去管了 也不去记忆 就只管他走到的 附近这两个 然后紧接着看 93跟77 谁小 77小吧 好 他俩交换一下 往前走一步 紧接着 93跟31 31小 再把这两个人交换一下 往前迈一步 迈到这 再比较 93大 往后走一步 再看一下 93跟55 55小 往前迈一步 他俩再交换 紧接着 93跟20 那谁小 20再小吧 所以把两个交换一下 他走到最后这个位置了 走到最后位置 好 停止了 停止之后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一个特点 前面的这些东西 我不管了 但是我走到的这个位置 所有的元素 是不是就拿出来之后 走这一趟 最大的落到这个位置上去了 对吧 因为我每次比较的时候 都是把大的往后排 往大的排 往后排 那紧接着 从第一次遇到93 这个最大值之后 那他是不是一直往后走 一直往后走 对吧 当我停止的时候 93就跟着我走到这儿吧 也就是说 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之后 前面N减一个元素 从26到20这间到底是什么数据 我不管 不管了 我只知道我走这么一遭 那最大的元素 一定跟着我走到最后了 对吧 那也就相当于最后这个位置就有了吧 那好 紧接着 这班长再从头回过去 再从头走 这时候再走的话 就相当于对前面这部分 再执行这样的过程 那你想93我不去管了 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班长相当于走到20这个位置上 停下来吧 停下来之后 他选出来的应该是 这个子序列当中的 最大的那个值吧 也就相当于77 会排到这个位置上面吧 好 那相当于这个地方就变为77 那紧接着7793都有了 班长再回头 从前往后走 去判断的是N-2个 这个子序列吧 也就是说 再要判断的 就是这个部分了 再走一招的话 选出来的应该是最小的是55吧 再紧接着再往回走 那这个就是排序算法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也就是说 看一下 在这个思想过程当中的话 是需要 先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描述的时候 第一个是班长从头往后走的这个过程吧 这代表是一个过程 那从头往后走 没走这么一遍的话 选出来的是当前的最大值 对吧 第一次选出了93 第二次选出77 好 那这样的过程 也就是说班长从头走到尾 这个过程要走多少遍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循环控制呀 对吧 也就要求班长第一次从头走到尾 选出93 那之后班长再同头走到N-1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就停止了 选出77 紧接着班长再回头 从26走到倒数第三个位置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帽炮排序就是始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走的 从头往后 然后仅比较他周围的两个 比较完之后 就往前迈一步 其他他走过的54跟后面的部分全都不管 每次只管他周围的这两个 那现在讲了 那关于帽炮的基本思想能明白吗 先不管代码怎么去实现 这个过程是明白的吧 那好 现在想的是为什么叫做帽炮啊 为什么叫做帽炮啊 每次走一步的话 相当于小的往前跑 最大的是不是到跟前最后这个 这一个过程相当于是从前面有一个东西往外冒吧 所以它是很形象的叫做帽炮排序 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帽炮排序的一个动画演示 当中的越长代表数值越大 你看每次走的时候 走着走着就变成最大的往后跑了吧 看这个动的 从前他从前往后走 走着走着最后的就往下大了 好 从头看着 这是从头 这个最大吧 第一次看最大的是不是一直在往外冒 对吧 然后次大的一直在往外冒 走着走着他变成最大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吧 这就是帽炮排序的一个比较典型的 然后紧接着 那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帽炮排序落实到程序当中了 咱们要用程序来写这个帽炮排序了 Bubble Bubble 对吧 Bubble是怎么拼的吧 Bubble 看到这Bubble的详细小说有个大大卷的土壤堂是吗 Coding UTF 然后我们现在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帽炮排序的函数 Bubble 我们现在想的是这个排序的话 我们就拿关注的只是它的算法 所以先去用这个顺序表去做 那你想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法它可不可以去作用到链表上面去呢 可不可以去作用到链表上面呢 是可以的吧 因为链表本身它不也是一个线性表吗 对吧 只不过它的问题在于看一下顺序表在交换的时候只是交换两个位置保存的数据吧 那对于链表来说呢 它就相当于要交换两个节点吧 那也就说如果作用到链表上面去的话 那它复杂在哪 复杂在这两个节点要交换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链接区需要重新指定排排布一下吧 那它就复杂在这个点上了 但是说我们关注的是排序的算法的思想 而不是说操作的对象上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去的话 就用这个顺序表来去实现 好 然后看一下 那这个帽炮排序咱们到底怎么来写呢 现在就代表我们都是从头的 没有任何思想的话 那怎么来去把这样的一个思路给实现出来 首先看一下 咱们在去讲帽炮排序的时候 首先关注的是班长从头走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对吧 好 那我不管班长从头走到尾这样的走几趟 不去管 我就关注即使走一趟的情况下 我怎么把这个程序给描述出来 那这时候首先要看到就是班长从头开始走 一直走到最后吧 好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怎么去描述 怎么来描述 怎么来描述 看一下 这时候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ring in range 代表的是控制它执行的次序啊 这时候有同学说 有没有说in range in for i in a list 有这样的操作 你想如果我使用这样的方式去便利的话 那这个i代表的是谁 代表的是列表当中的元素吧 那这时候如果说我碰到了54跟26 想要把它交换一下 怎么去交换 能够直接操作这个i本身这个元素上面了吗 如果说这时候我不是操作了这个a list本身里面的对象了 而是操作的一个是下标 既然有下标的话 我就发现说a list当中的当前的i跟a list当中的i加1这两个位置元素需要进行交换吧 那你想我这样交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a list等于a list i加1然后a list呀 对吧 所以这时候为了我们交换的时候方便起见 我们在控制循环的时候 不去操作这个具体的当中的元素了 而是操作下标 操作下标的话 再去使用元素交换的话会比较方便 所以一上来我们先去判断一下 有一个游标i 这个游标i指的就是说我当前访问到了是哪一个元素了 好那紧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来控制了 紧接着咱们就要来判断一下了 判断这图的话 先判断 那我这个i要控制的是班长从头往后走吧 那到底卖几步呢 这个部署怎么来控制 长度减一吧 想一下我需要卖整个全部的这个部署吗 看着 我如果说从头开始从零这位置开始卖的话 那我当我卖到第 那我这时候先看从零开始 那我要比较的就是他所指的跟他后面的这个元素吧 也就是说 比较的是这是i 这是i加1 对吧 那我当走到倒数第一个的时候 是不是他要比较的就是他跟最后一个元素了 对吧 那这时候也就意味着我只要移到N减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的是我让i从谁开始呢 从零这步开始去卖 从零这步开始去卖 然后往后走 那走到多少代表的是他走到了N减一 想一下 这时候如果说是N现在代表的是谁 我们把N写在这吧 N代表的是谁 N代表的是这个列表当中到底有多少个元素吧 这代表的是N吧 那好 那我这个地方要代表的是谁 是N还是N减一呢 如果是N减一的情况下 如果是N减一的情况下 那最终产生来的数是从零一直到了N减二吧 对吧 那从零到N减二是不是少了一个呀 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写的是零到N呢 零到N才产生的数的是零到N减一吧 对吧 但问题还有一点 是我说的这个样子吗 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就跟着我来了 讲一下 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爱代表的是具体的下标吧 那下标是从零从谁开始 是从零开始吧 最后一个是是几 最后一个他的下标是N减一吧 对吧 所以那你这时候在判断 我让他是从零到倒数第二个 那倒数第二个是谁 是N减二吧 对吧 所以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说的要产生出来的这个爱呢 指的是从下标 虽然说他也是次数 但是我们正好可以把这个次数当做下标吧 所以当爱从零开始 也就意味着说 我第一次的游标指向的是零吧 对吧 然后我往后走 往后走 一直走到这个位置上来 那也就代表爱跑到这个上面了 那他正好代表的这个位置的下标 这个位置的下标是谁 是不是就N减二啊 所以我在控制的时候 应该让这个这边的这个爱 它的一个序列就应该是从零一直到N减爱吧 不是NN减一啊 N减二 对吧 N减二 N减二啊 看一下 我是不是只要只要让我的爱从零这个数开始 一二三 一直往后走 走到N减二 就可以停下来了 对吧 停到停下来的话 就代表我到了倒数第二个位置了吧 那好 紧接着 那想了我这边这个数 应该是产生的是谁 N减一吧 好 那这时候爱有了 紧接着我要做的相当于是 从头往后走了 那这时候 在循环体当中 我每次也就相当于我代表每走一步 我先进行的是比较吧 对吧 先要比较拿到的这两个元素 那这两个元素是谁呢 一个是A list 爱 另外的一个元素是A list 跟它的后面这个东西吧 爱加一吧 对吧 然后我紧接着要看断爱跟爱加一 这两个数据了 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爱是等于零的吧 等于零 爱等于零 这时候我要比较的是 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要比较的是爱和爱加一 也就是零和零加一 对吧 零和一这两个位置 要判断一下他们两个之间到底谁大谁小 如果说前一个元素大于后一个元素 我是不是先要让他两个交换位置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要比较他们两个了 如果说前一个位置 前一个位置的数据 要比后面的这个数据大的情况下 我要做的应该是交换他们两个吧 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完成了 那如果他们两个相等的话 我是不是不需要去交换啊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一个循环代表的是我从头一直走到倒数第一个位置上面吧 也就是说走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交换好之后 93是不是到最后了 这样的话代表的班长从头走到尾了 好班长从头走到尾的话 只产生了一个元素 我现在又相当于再从头往后走吧 再从头往后走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会产生第二个 然后班长再从头往后走产生第三个 对吧 那也就是说班长从头往后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本身他也是重复多次的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环了 好 那这个循环是控制班长从头走到尾这个过程 到底执行多少次 把它写回来 这这层循环代表的是 班长从头走到尾 然后紧接着我现在需要加一层循环了 加一层循环的话 我需要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到底执行多少次 好 我先把它缩进来 紧接着看 那这时候这个循环咱们怎么来写 这个循环怎么来写 到底走多少次 这个次数实际上咱们是不是明确知道了呀 对吧 对吧 睡着了啊 咱们是不是知道的呀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不是现在既然知道 那我可以直接用报吧 先看一下啊 我要用报了 报的话紧接着印 我现在又有一个游标接了 想一下 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写呢 range 先不管它怎么去 里边的这个数是多少 先看一下 我这时候为什么要引入一个接 是因为我每次从头走到尾 这个尾的位置上面 是不是不是一定必须是n-1呀 对吧 我第一次走到尾了 走到这个倒数第二个位置上来 那我下一次是不是走到它前一个位置上 再便利的话 就走到再往前走一步 也就是说 它的尾部这个坐标是即时档 在动态变化了吧 这个动态变化恰巧就跟我控制班长 走多少次的这个次数是有关系的吧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有了 我需要把这个次数也给它记录下来 那我就引入了一个接 这个接就代表着班长是第几次走这个过程 好 那先不看里面的东西 先看班长到底从头往后走要走多少次 要重复多少次这个过程 走一次找到一个位置 走一次找到第二个 走一次找到第三个 对吧 那我这样的话要走多少次呢 是不是要走n减一次呀 我走n减一次代表我找出n减一个数据吧 那另外一个自然位置就有了呀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仍然是需要让它从零开始去走 走n减一 是吗 从零到n减一也就意味着是 看一下我如果把零去掉的话 那代表的是产生多少个数 是不是就产生n减一个数 产生n减一个数就代表我底下是执行了n减一个吧 好那这时候产生的数据是不是就从零到 到n减二啊 对吧 从零到n减二之间一共有n减一个数吧 这没问题吧 好 我们把零去掉 就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了 里面n减一就代表我要产生n减一个数 也就意味着我里面这个循环要执行n减一次 没有问题吧 好 那这时候紧接着再看了 外层循环有了 那我里层循环的话 这个尾部到底现在要变成什么样子 要变成什么样子 看一下 第一次的时候 我把这个写回来 看一下 第一次的时候 爱代表的是当前的从零开始 爱代表的是指的这个位置 那接代表的是走的次是吧 好 那接从零开始去走 也就是说第一次代表的是 第一次走 我认为是接是零 然后往后走 看一下 让他往后走 一直应该走到 n减 n减 n减2 这个位置上面吧 对吧 让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能够停止 这个代表的是 n减2 对吧 然后紧接着看 这是第一次啊 紧接着 我走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话 接应该是变成 接加1了吧 接等于1了 接等于的话 我这时候让下标还从头开始走 往后走 那他应该走到谁呢 走到n减 走到几 这是n减1 这是n减2 这是n减3吧 所以应该走到 n减3停下来 对吧 紧接着 再往后下一次的话 接代表的是 接等于2 代表的是第三次走这样的过程 然后 让我的游标 从头往后去走 他应该走到n减4停下来吧 n减4 好 那我们经过这样的几步 看一下 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看一下 这时候 第一次的话应该是让他产生从0到n减2之间 那这个过程使用的是 这个过程使用的是range0到n减1吧 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使用 rangen减1就可以呀 对吧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为了让他产生从0到n减3这边的数 那我range当中的这个数据应该变成谁 第一次 接等于0 然后我们让他走到的是走到n减1 那产生的数据应该是用range 让他走到n减2 产生的数据应该是n减1吧 0到n减1 对吧 看一下 这是接等于0的时候 紧接着 在这边写 第一次让I产生的数是从0开始一直到n减2 所以使用的是range0到n减1 这代表的是接等于0 代表的是第一次就行吧 第二次执行I从0开始一直往后走 从0这个下标一直往后走 走到n减3这个位置上停吧 也就走到倒数的应该是n减1 n减2 n减3 倒数第三个位置上停下来 这时候我为了产生这个数 应该是从0到n减 看一下 应该是n减2吧 论指0到n减2 是不是产生的是0到n减3这个数啊 那这时候看一下n减2对应的是谁呢 相当于是n减1减1吧 好 接等于1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循环 接等于1了 紧接着第三次走的话 从0开始 然后到n减4停下来 对吧 range应该是从0到n减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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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接等于这是0减1减2吧 对吧 那你现在想对于尾部截指的这个坐标 是不是就相当于当我接看一下0 前面不管 当我接等于n的时候 也就是代表我n次去走的过程当中 那i产生这个数的话 就应该是润指从0到n减1减接 停下来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过程能明白吧 那这时候我们把里面的这个数改成n减1减接 是不是达到了 这时候达到的话 看一下 外层循环控制到底要走多少次 内层循环控制是从头走到尾 通过这两层循环 我们是不是就能把它给便利出来 能够把它排序好吧 好 那这时候咱们去验证一下 一口杠杠杠内屏 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时候看一下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排序之前打印一遍 再打印一遍 看一下 在排序之前 542693无序的 排序之后是变成有序的了 好 那这个就是冒泡排序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在哪儿了 是不是照在这个树这块了 走多少次这个东西 可以捋一下 这主要是跟这个润质 也就是说从零这个东西有关系 好 然后的话 看一下 我在带着大家写的时候 是不是先写了内层循环 然后再写了外层循环啊 那大家在去写的时候 如果你记不住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看一下 为什么先写内层循环 它代表的是从头走到尾吧 所以一上来 这是第一步从头走到尾 把这个过程写出来 先看到底是从头走到尾 走多少步 那走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要判断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的大小 如果前面的一个大 那交换一下 这时候内层循环是不是写完了 内层循环写完之后的话 再关注的是 这样的过程到底经历多少遍了 只要关注一下 你把这个认识这部分 让它产生的数 对应明白就进去了 那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 在课件当中 我们给大家写的认识 跟我带着大家写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为什么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看一下 我带着写的时候 我的这个认识代表的是 内层循环是从零产生到 n-1-j 这间的数吧 那产生出来的数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一下哪边的好理解啊 左边的好理解吗 左边的话 看一下第一句话产生的接 这时候产生接的序列是什么样子呢 产生的接 看一下 for j in range length 它减一 然后相当于是说 它从尾部开始 然后一直是减到零吧 也就是说这时候 这句话 我把这句话拿过来 放到这里面来 这句话产生出来的一个序列 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n-1 对吧 n-1 然后n-2 然后n-3吧 紧接着一直到n-4 一直到谁 是到零吗 是到零的前面一个吧 到一吧 对吧 负一代表的是我往后退吗 这不是代表不长吗 每走一步 减一 每走一步 减一 n-1 n-2 n-3 n-4 我尾的截指是零 但是顺着这个函数 是不是对于零不取啊 要取的是前面的一个元素吧 也就是一吧 也就是n-1 一直到1 那这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序列的话 也就意味着是 在内存的时候 第一次 结是n-1 第二次 结是n-2 第三次 结是n-3吧 看一下 那我在内存使的时候 是不是i in range 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跟咱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吧 咱们的效果是 接是从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咱们写的 接产生的序列 应该是 0 1 2 3 然后 一直到 n-2吧 对吧 看一下 接 产生到n-1 n-1 是不不取 所以应该是 咱们给它产生的 接的序列 是从0到n-2的 正向序列 那这时候 我在 报的时候 i就得 应该是 in range n-1 减接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过程 那 他们这两个 是不是达到 一样的效果 对吧 只是说 对于我在去使用 i的产生序列的时候 n-1 减接的 这个过程 它是不是 直接给放到了 产生 接序列的 这里面来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两个过程 你能理解 哪个 你觉得哪个 好理解 你可以去用哪个 好 那紧接着 我们回过头来 看一下 那对于 这样的过程 刚才咱们写的 这个冒号 排序的 这几段代码 它的 时间复杂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 情况 看一下 先说 最差的情况下 最坏的情况下 那最坏的情况下 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 每一趟 是不是都得从头 走到尾 对吧 每一趟都得从头 走到尾 那这个步骤 也就是说 意味着 外层循环 我得执行 n-1次吧 内层循环呢 内层循环的次数 应该是 n-1 n-2 n-3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序列吧 那么我们通通 是不是可以认为 它就是n的 外层是不是也是n呢 也就是说是n乘n吧 也就是说 它的最坏情况下 应该是 n-方吧 对吧 好 那关于冒泡排序 实际上可以有一个改进版 可以给它调整一个最优状况 想一下 什么是最优状况 这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 假如说 我给你一个序列啊 给你一个序列 就是1 2 3 4 5 6 有序的序列吧 而且按照从小到大的 好 紧接着看一下 对于我们刚刚写过来的这个代码 最终执行的次数是多少 它的时间复杂度还是n方吧 对吧 即使本身已经有序了 那我要做的过程还得是从头往后走去看 1跟2之间有序的不用交换 再看2跟3 3跟4 4跟5 5跟6吧 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 即使有序的话 我也没有记录下来 而且都是从头往后走 那也就是说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方吧 好 那我现在要有一种特殊的改进了 怎么改进呢 看一下 如果说对于我的有序序列来说 我从头走到尾 那看一下 我有进行过交换没 是不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交换的 如果说我从头往后走 走一遍 发现不需要我交换 意味着这个序列本身就是有序的了吧 所以是不是我不需要再走第二趟了 直接退出就可以了 那好 那代码怎么来写呢 看一下 对于内层来说 控制的是从头走到尾的过程吧 那看一下 这时候 这两个义腹 这一个义腹是盼进行的判断 如果他大于他进行的交换吧 好 那我把这个交换 如果你进行交换了 我就记录下来 怎么来记录呢 我这时候给你有一个技术为0 矿的等于0 矿的等于0开始了 矿的0我应该放到外边 矿的等于0 这是开始 紧接着我出使了一矿的0 代表从来没有交换过 然后紧接着我从头往后去走了 往后走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了前一个元素比后一个元素大 意味着我需要进行交换吧 好 那我把它 你交换完之后 我把我这个东西加上1 对吧 加上1了 那紧接着 好 我走完之后 这个号循环 内层的循环 结束 代表的是我从头走到尾 这一过程结束了吧 结束之后 看一下 我要判断 如果说 它 它大于0了 那意味着我进行交换过吧 如果说 它正好等于0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有交换过呀 没有交换 是不是就有个游戏的了 我紧接着是不是就可以break了 直接跳出了 或者是直接每次看整个全部推出了 对吧 0等于等于 看一下 这样的方式 加了这一句话 加了count变量之后 相当于我对我的冒套算法 进行一次优化吧 它不仅能够处理的是 123这样的 一开始就有序的 而且它能处理什么样的次数 在中间的某次 就比如说 我在找到4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之后前面就已经有序了 那我是不是紧接着 再往前走的这些过程 全部都不用再走了 对吧 因为我一旦发现在某次走的过程当中 没有进行任何交换 那我就代表整个序列是有序了 全部推出 对吧 好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加了况数之后 看一下 对于这个算法来说 它的最优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最理想的情况 是不是就 是欧一吗 欧一代表的是只执行一步吧 那你一步能判断 就是说这一整个从头到尾都没走完 就能判断出来吗 是不是我得从头走到尾 才能判断出 靠上它是不等于零啊 也就是说 对于完整一开始 对有序的序列的话 那我接是从零开始 然后紧接着进入内层循环 从头到尾走一变 也就代表内层循环当中 变了一次吧 变了一次 发现靠上它等于零 是不是我两层循环 全部推出反围了 那也就意味着我此时的最优时间复杂度是谁 就是内层循环的这个n吧 也就是说 改进之后 它的最优时间复杂度 就是on了 那你看一下 如果改进之后的话 最坏时间复杂度有变过吗 是不是没有变过 最坏时间复杂度 还得是两层循环都变了一次吧 还是n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